刘备退守江夏后,诸葛亮建议他联手孙权一起对抗曹操 刘备却担心江东人才众多,孙权看不上自己 而人正说话间,由手下禀报,江东派来使者为刘表吊丧 诸葛亮一听,猜出江东想借机打探军情,直言大势可期,向刘备请命 自己愿意跟随此人回江东,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肯定能说服孙权联手对抗曹操 如果曹操胜,他们就乘势娶江东,如果孙权胜,他们就乘势娶荆州 刘备此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诸葛亮身上 诸葛亮转头问手下,江东使者是谁,手下说是一个叫鲁肃的人 诸葛亮一听大惊,他哥哥诸葛景在江东围观 他曾经听诸葛景说起过鲁肃,急忙给刘备解释鲁肃的底细 江东文官以张照为首,武将以周瑜为首 而第三位重量级人物就是鲁肃 终于一向高傲自大,但只推荐过一个人,那就是鲁肃 孙策死后第三天,鲁肃才被推荐给孙权 结果鲁肃只用一个月就把孙权培养出帝王之气 刘备一听鲁肃这么厉害,忙带着诸葛亮和刘奇出面相迎 鲁肃是个真正的聪明人 一见面也不绕弯子,直接说出大实话,表示自己就是来探曹军虚实的 诸葛亮也不隐瞒,说曹操现在拥兵七十多万,下一步就要攻打江东 鲁肃听后劝说刘备归降江东,一起联合抗曹 这句话郑重诸葛亮下怀,二人一拍即合 鲁肃便带着诸葛亮回江东面见孙权 另一边,曹操也拆出刘备会和孙权联手 决定休整三个月,让蔡茂在洞平湖训练四十万水军 等春暖花开后,便挥师百万直取江东 同时又使出攻心计,把三千份战书写在竹筒里 沿着长江漂下,就是想让江东百姓和文武官员胆战心惊 鲁肃带着诸葛亮乘船回江东,在路上提醒诸葛亮 江东群臣意见并不统一,有人主张投降曹操 有人像他一样主张连流抗曹,让诸葛亮见到孙权后 千万不要说曹操兵多将广 诸葛亮答应下来,结果二人刚说完话 手下就在水中捡到了漂流瓶,里面装的正是曹操战书 鲁肃一看大惊失色,这才知道曹操的厉害之处 奉劝诸葛亮小心行事 二人的船刚刚靠岸,诸葛亮被接去客馆休息 孙权急召鲁肃相见,鲁肃急忙赶到宫中 发现张召带着一帮文臣,正在劝解孙权 张召指出曹操势大,拥兵百万 江东兵马却不足十万 而且九书战阵,觉得不是曹操的对手 建议孙权投降曹操 孙权听后没有表态 前走张召等人后,询问鲁肃意见 鲁肃指出,江东文武官员人人可降 但只有孙权降不得 孙权一旦投降,就会被曹操关进许昌皇宫 刘从就是前车之鉴 孙权听后陷入沉思 四日,鲁肃带着诸葛亮面见孙权 二人谈笑间进入大堂 此时堂中已经坐满江东官员 鲁肃给诸葛亮一一介绍 这正是历史上著名的诸葛亮蛇战群儒 刘始军为德先生前 上能割居城池,自保有余 德先生之后,则抛兵弃甲,望风而窜 上不能报天子以安庶民 下不能缴贼军而守江土 半年不到 弃心也师凡城 败当阳走下口 创皇南北 陆路东西 鹏飞万里 燕雀不识其志 我本以为燕雀因在林间 没想到今日都聚于廊下 国主刘玄德却曾败于汝南 托付于刘表 事实兵不足万,将旨观章 然而,当曹操率五十万大军杀来时 国主于博望火攻,白河用水 致使曹人李典夏侯敦十万兵马,骗驾无归 即使管仲月翼用兵 也未必过此 皇皇求救于江东 竟敢说不惧 真是狂言其事啊 我主公仅有兵勇数千 岂能敌曹操百万之众 现退守江夏 仍遇曹贼势不两立,待机杀敌 而江东兵京梁卒 雄居长江天窃 却有一般风雅之士 苦口婆心劝其主归降曹贼 如此看来 我主公真是天底下 最不惧曹操之人了 宝明 想效仿苏秦张仪 用三寸肉蛇扫平东吾吗 万万不敢 族下只知苏秦张仪乃能言善辩之事 却不知他们亦真豪杰 苏秦配六国相应 张仪两次相亲 皆有安邦定国之功 绝非世强名弱 必死贪生之徒 而时下有人 一听说曹操拥军百万 且不问虚假真实 即刻欲叩首起降 这等人还敢笑苏秦张仪吗 孔明以为曹操何许人也 汉贼 天下皆知又何必问 此言差矣 汉传世四百年 天命已尽 如今三分天下 曹操已得其二 剩下其一已暗怀归心 刘始军不识天命 逆流而行 安能不败啊 族下此话 真是无君无腹 不忠不孝之言 人生于天地间 当以忠义为本 我等既为汉臣 就当与贼势不两立 大汉已传世四百年 为何不能再传世四百年 如果不能 就是因为有了族下 这样无君无腹之人 坏了大汉天下也 诸葛亮连杀四人 骂得那叫一个痛快 第五个人还想出猎时 被黄盖拦下 黄盖邀请众人进入内室 里面孙权正在等候 孙权一见到诸葛亮 就问诸葛亮曹操兵马多少 战斗力怎么样 诸葛亮直言曹操兵马 约有140多万 而且都是精兵 只把旁边鲁素急得识眼色 诸葛亮却不理睬 继续说曹操的战将 如何威猛 孙权听后 内心有些犹豫 问诸葛亮自己是该战该合 还是该降 诸葛亮起身建议孙权投降 意欲寄出四座接近 孙权又问诸葛亮 刘备为什么不投降 诸葛亮表示 刘备和孙权不同 是汉氏后裔 末世英雄 就算天崩地裂 也会训天而死 绝对不会向曹操投降 这番话一出 鲁素表情微变 孙权一言不乏 进入屋后 只剩诸葛亮 养天长叹